米白色瓷磚地板牆上掛著幾面鏡子 屋主曾先生花一千一百萬買下 新北市中和社區一樓店面 要出租做髮廊生意 但沒想到這塊地是公共殘障車位 不可當盈利使用 我覺得很難過很難過 拚一二十年的那個機器啊 還有現在包含貸款在裡面 所以現在又不能當作店面使用 拿出前面前照片 正常把車位裝潢成店面模樣 但根據使用執照圖 曾先生買下的空間總坪數15.5坪 其中12坪屬於殘障車位 屋主出示交易合約書 站上在空白處特地手寫註記 買飯購買店鋪等群狀下來登記之後 主要用途並非住宅及殘障車位 特別寫出相當可疑 我有看到有一個好像是殘障 畫一個殘障椅子的圖案 銷售小姐跟我講說那個 那個是建商畫的圖案做記號的 以後一樣會塗掉 鋪地磚讓我做店面使用 買方曾先生103年簽約前 就發現殘障車位符號 察覺有意 但被建商說服 相信買下的產權是店面 直到今年4月公務局積查 才戳破建商謊言 建商涉嫌詐欺 恐面臨600萬到700萬元賠償 構成一個詐欺 那刑事詐欺的部分 消費者可以依法來主張告訴我 消寡官他個人認定 罰他要告那就來告吧 我們就是前面迎戰了 建商偷天換日 把殘障車位變賣賺錢 但賣方也不夠謹慎 當初打著房產投資的算盤 現在既賺不到錢 還得對付公堂 最后面穿成文新北是什麼的